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一般来说不会克制我自己的一种想法和冲动 也不能说内向吧 就是因为在圈子里待久了肯定也不会内向 但是本身是一个比较内敛的对这样的性格 发一张看起来就要人很想跟你交朋友去拍吧 合理交朋友的三个好处是什么呀 第一觉得我不会害你 你有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可以找我 合理的要求我一般都会答应 第三我觉得就不用担心友情这个东西会过期吧 我觉得我个人在情感方面的是比较长情的 变成你的那一天播出以后嘛 然后你收到最多的评价是什么 收到最多的评价是 呃哇张艺诚你好娇羞 朋友一般给我的最多反馈就是这样 确实挺搞笑的挺女孩的 反正就是都是这方面 那之前就是为了去学买 然后你会给小伙伴们翻600块钱的红包 那这次的预算比达约是多少呢 这次实在是太穷了 所以说没有钱给大家发红包 之前爆料的时候团 就是你们团队内的成员 手机频道都不是你 那你现在成为6月限定男友之后 大家又把情报换成你了 这样我还真没检查过 你们一玩 我已经看到他们那个表情 并没有并没有 不重要我的平板也不是我自己的 那你平时会帮那种 帮团队的成员帮他们追星啊这些啊 他们还好 他们没有要求我帮他追星 是因为我们团队 我觉得他们都是比较可爱的 就本来就不在那个手机地址上放我 这个时候呢 然后还在让我帮他追星 估计是怕戳到我了 自己去追的时候自己追就好了 去年的时候你说被男朋友叫老公 你担心不能多吗 你知道今天流行女婿被叫 被女婿叫老婆吗 我是看到好多这么叫的 我心态特别能够理解 我最近这戏播了之后 好多人开始这么叫 然后我就 原来他们也不能这么叫 如果现场遇到有人这样叫你的话 你会是什么发言 对他们做一个非常可爱的反应 就是一个梗吧 我就觉得说明大家对于这个戏还就是很嗨嗨的 说不上来就感觉有点奇奇怪怪 但是好像看到这么容易喜欢那个戏 然后也挺开心的 就是很奇怪 也不知道看不看开心 我只是建议一些动物 比如说做一些比较好像比较酷的游戏那种 动作我模仿不了 但我只是感觉就是大家可能在跳团体舞的时候 然后喜欢A一点吗 对吧 那么就会 就是咬的会特别特别的 很 爱情三十六斤 就像一场游戏 我不知道 我没有看过完整 我只是建议一些动物 比如说做一些比较 好像比较酷的游戏那种 啊 怕 摔倒在地 发现 嗯 是自己拍的 然后我又躺了下去 呵呵呵 我要我要碰瓷 我要碰瓷 我讨厌的女生 各种接近你喜欢的男生 然后还对你说 我只会心疼哥哥 那 那 那 拿我这刚做的支架 我掐死了 大打设想一下 如果有一天你跟周杰伦身体互化的话 你想用他的身体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大家可能就不会等到第六年发专辑了 估计五年半的时候就发专辑了 立马给他发专辑了 我立马发专辑 再代入一下张星成跟自己的粉杂 就是如果有一天你醒来的时候 发现被粉丁的魂传 然后他用你的账号 公开让你和他的面前 你会怎么办 这么刺激的吗 现在都 我会开麦穿一首歌 这是梦 这不是真的 那这种有哪行李师 特别引以为傲的提醒发挥呢 那多自恋啊 比如说你演完之后 说嗯 哎看 哇演得真不错 哎天哪 我觉得我当时 我这真是个天才 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不会不会 那让你印象深刻的 就是有提醒发挥有没有呢 哦 你要说这个 我确实两盒的时候有 哎对了 床头柜里的有点贵 你们要不要从柜台拿一盒 啊 我们过去啊 你自己带啊 变不变了 两盒 哦 你厉害你厉害 因为我本身我比较喜欢 一些比较搞笑的东西 当我在表演的时候 我就会加很多 破除正常逻辑的事情 就比如说我 他扶我出去 然后我感觉我腰很酸 我听他们说 两盒在那开玩笑 哎 两盒 客人还没走呢 然后我就会马上把腰停下来 我作为男人我不能输 那拍的时候有没有害羞 就比如说抓着另一往胜上 比划这种戏分 你看这件怎么样 要不要我教你怎么穿 我不用 不会害羞 只要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不是我 为了更真实的表演 你还帮我俩去准备 我觉得主要就是问 就是问他们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比如说如果通经的时候 对生孩子 因为我之前我也比较好奇 就会问他们当时的感觉 因为我本身我就老回路比较奇怪 比如说男孩的女孩出了身体上的区别 他还有心理上的 看一个事情的区分 可能女孩子大部分女孩子会稍微的看得更细腻 和感性怀念 大部分男孩其实就是不会去想那么细节的东西 那你真正出演过女生之后 你最想对女生说什么 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就比如说 你来大姨妈的时候 男生因为可能没有这种感觉 然后你说每个月就是得 如果身体不太舒服的人 他就是得在那儿躺个好几天 然后挺不舒服的 然后精神也不太好 就是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尤其是问了很多想法之后 我就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是误会了 对方的想法 可能之前没有接触到的一些感觉 然后他们有差别的 但其实用对于他们来说挺重要的 因为巨位还是有自己摸 自己摸自己胸肌腹肌这种桥段出现 当时自己摸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你这身材管理做的不错 很习惯的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爱吃的人 我又会特别担心自己的体脂高 每次我吃完饭之后 我会习惯的摸一下自己的腹肌 就感觉他还在 就感觉不踏实 既重年喜羊羊之后 然后又说你装点孟德思秀 你的感想是如何 反正两个都比我有名 也不亏嘛 对吧 然后我还看到有人说 我跟梁姐长得像 那意思就是说 梁姐等于喜羊羊 等于孟德思秀 我会比较 兄弟情深 然后互帮互助 然后但是生活中也不掐这种 我觉得蛮可爱的 如果现实生活中发现 就是刻Cp 别人刻Cp刻到自己身上的话 你会怎么办 如果大家刻的话就说明 演的还不错 或者说搭的还不错 就是我会挺开心的 男生拍也会像女生一样 就是喜欢看漂亮的人 直接轻轻问我 做各种互动 其实会不太一样 作为我自己的人生审美 其实有更多的一个改变 最早的时候 其实又没有接触 这么多讨厌内的人 然后也很少去聆听 比如说不同性别 或者不同观点的人 之间的看法 其实接受能力没有那么多 我觉得人是一个 在不断的接受新鲜事物 然后在提高 和扩大自己审美容量的一个过程 都能够去理解 其实我也挺喜欢看的 绕了这么大圈 yes 我也喜欢看 我看到你之前说 因为太白 然后还要跟粉底液来晃黑 除了这一件事以外 还有哪些是可以 知道本个凡尔赛以下的事 太白 靠粉底液来晃黑 这个有点太 太夸张了 没有 没有这么夸张 其实我本身 我不是特别板 而且我特别容易晒黑 比较凡尔赛的 就时常因为胸部太大 然后含着胸也行 可是我也没有 怎么刻意的练胸肌 但是有时候胸肌就是很大 我觉得非常满意 有一种没有白心的感觉 感觉好像镜头大概都用上了 因为我上一次采访一个演员的时候 然后他就说我戏多到已经到麻木了 然后你比较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不会 不同的感觉下和不同的环境下 当然是不一样的 就像是日常生活中吃的米饭一样 你虽然米饭每天都吃 但你会因为每天的心情不弄 然后它每天会有不同的熟悉度 然后你会每天都会有新的感觉 然后每次都会有不同的心得 然后你还是会每天想去吃 好慰慘 说你 那你看镜头有没有看到 经常会有飘过的弹幕说 张星辰也太会心了吧 我当时看确实有人会这么去说 有没有什么获奖感言 获奖感言 就谢谢大家对于我稳计的认可 谢谢 可以给大家安定一下 变成你的那一天吧 我希望大家都去看变成你的那一天 如果你生活中不开心 那你需要一个喜剧 来让你变得更加轻松 如果你觉得生活中比较糊闷糊 然后呢 你也可以在这里面 磕到甜甜的爱情 如果你觉得生活中很开心 然后你不妨找一个戏 感受一下两种不同甜度的区别 反正无论如何要来看变成 这是什么歌 这是什么歌 也就是女王 我莫名感觉还挺配的 吃这个一定配 吃这些还挺配的 哈哈 哈哈 我才注意到 就是 他居然把后面 我们俩在坐在那的时候 后面走了一个 走了一个那个 阿姨 他什么 我都没注意到 我都没注意到 嗯 你要不要评价一下这个作品怎么样 可以 就是有另外一种感觉 突然有一些去了趟成像结合部 就是 一个人的 一两个鼓子 我两个鼓子都填过了 是什么 这是什么 好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了 然后我先去忙工作了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